好,來到明谷屋 要吃的一定就是鰻魚飯 那鰻魚飯有很多間 這是我們選的名氣最大的 黃萊萱 黃萊萱有很多間 那我們這是去 在松阪屋裡面的這一間 那明谷屋的鰻魚飯要怎麼吃呢 通常他要吃三種吃法 所以很香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鰻魚 油脂非常漂亮 輕盈剔透 它是一個SET對不對 它是一個三吃的SET 三吃的SET 那要怎麼吃呢 就是要切成四等份 先把它分成四等份 四等份它要三吃嘛 第一次就是先吃原味 先吃原味 一直吞口水 好 先吃吃看鰻魚的原味 いただきます 先吃到 原味 這麼大口 如何口感 非常好吃 就是它的鰻魚那個 醬汁不會搶過鰻魚的味道 吃到鰻魚的原味 它的醬汁是屬於鹹的還是偏甜的 鹹甜鹹甜 然後又有一些鰻魚的焦香 很棒的 現在我開始第二吃 第二吃呢 就是可以加一些蔥啊 我把它跟鰻鰻 和鰻魚 加進去拌著吃 那我剛才快速的 把第一吃吃完 真的是非常好吃 吃原味 就很好吃 好大口 厲害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吃了甜點了 三個蛋糕 現在又吃這樣子一個定食 風味跟還很快 會有點不一樣 太多了 更清爽一點,因為你加了青蔥跟海苔,還有芥末 好,這就是第二次對不對? 嗯,第二次 現在我要來吃第三種 第三種就是茶泡飯 這邊有故意玩熱湯 這些料都不用來加了嗎? 可以加,依個人口味 我是喜歡再多點哇沙餅 哇沙餅 再加點蔥 茶 這是高湯還是熱水啊? 高湯 茶湯 茶魚湯吧 對 然後再拌一刀 你好 好,快點去吃下去吧 上面再加點海苔 酸葉啦,炒泡飯啊 好,先吃一口 如何? 這完全不一樣的口感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原味 大家可以看到四分之一 吃完四分之一 就是剩下最後一個 就是看前三種最喜歡的口味 可以再吃一次 那推薦給大家啦 大家要來 唸名是 洪萊萱 菜喊 好,來啊 我來泡沙餅 給大家看 感谢观看